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四 朝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哲泰 今天天氣挺暖的 不過要留意 未來兩天就會顯著轉涼 今早來說 大部份地區的低溫 都是21至22度左右 而看回衛星雲圖就可以見到 其實華南宇岸地區 今天的雲層也不是太多 我們預料日間陽光不錯的情況下 都會挺暖的 不過同時都可以看到 在華南的北部有一些雲屯 其實那邊的氣壓正在上升 我們預料一度冷風今早就會形成 兼且在星期五的早上 就會橫過廣東元岸地區 隨著冷風在未來兩天影響我們 我們預料明天氣溫會顯著下降 亦同時可以留意 未來兩天的溫度變化都比較大 明天就會風勢頗大 經過週末一個急跌之後 去到下個星期又會再回升 大家要留意 未來這個星期 就有一個忽冷忽熱的情況 所以大家就要預備 一些厚衫堅斜 要保重身體 接著就可以看回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 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而日間是相當溫暖的 最高的氣溫就有28度 晚上沿岸就會有些薄霧 風方面就會出和緩的偏東風 展望方面 剛才也有提過 明天就要留意顯著地轉涼 風也會挺大的 留意星期六至星期日的早上就會有雨 而最低的氣溫就只有大約14度左右 不過好適合就是去到星期的日間 至到下個星期的中期 就會是大節天晴和乾燥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